內政部提升替代役男 災防救護能力 一百零九年起 已經輔導了三萬名的役男 取得初級緊急救護員 EMT1的證照 但是證照有效期限三年 內政部十一月起 就召回了兩千八百名的 退伍替代役役男來復訓 延長證書的效期 成為機動救護生力軍 有退伍的役男表示 能夠複習救護的技能 有助於災害發生的時候 發揮自救救人的能力 認真聽取講師指導 三人為一組輪流練習 CPR以及操作AED 他們是退伍的替代役役男 這次被找回來 進行三天的初級緊急救護員 EMT1復訓 八號進入課程尾聲 重新熟悉如何使用心肺復甦數 其他像是骨折包紮 止血帶的運用 也都包含在訓練的課程項目 內政部從一百零九年起 推動受訓替代役役男 取得初級緊急救護員EMT1 證照 強化自救助人的能力 目前累積三萬多名役男獲得證照 而證照有效期限是三年 內政部十一月起陸續招訓 安排兩千八百人復訓 延長證書效期 當戰爭天災來臨時 這些具有緊急救護能力的義男 可以成為機動救護生力軍 提升臺灣民房實力 讓國人具備民房的知識技能 黑熊學院舉辦民房元年成果發表會 展出多項民房物資 包括口糧 戰術止血帶 行動濾水器等 也宣布攜手國內多家業者 成立民房國家隊 專門外界質疑培養民兵 黑熊學院強調 沒有教民眾拿槍上戰場 也沒有鼓勵私刑 透過成立國家隊 教導國人培養新房 學習戰傷救護 記者黃志杰 張志佳 台北報導